各位好我是大叔 歡迎來觀看Shelter的遊戲影片 那在上個影片中 我曾提到說 包包的部分 我那時候好像是說 有耐久度的使用 但其實並不是 如果我記得沒錯的話 我那時候剛好是 倉庫的物品欄都已經滿了 所以 導致包包沒辦法塞進去 結果就處於丟棄的狀態 那實際上應該是 沒有所謂的耐久度裝成 那現階段我要 繼續開始 7天的那個 歷程了 現在在下黑雨 那我簡單說明一下 有關於升級的部分 那第一個是 那第一個是 去污的能力 也算是去污啦 例如說如果說有那個 污染的空氣吹進來的時候 它的 那個自我捷徑的功能 那升級越高自我捷徑的越好 那第二個是耐久度 那升級越高的話 就越不需要去修理它 那最後是那個 以這個氧氣來說 最後一個是它的 抗腐蝕能力 那抗腐蝕力越高的話 它就一樣的就是 越不用去修理 那再來是 有關於水的部分 第一個不用說就是那個 自我捷徑的功能 也一樣是耐久 第二個也是耐久度 那第三個是它的 轉換成水的效率 那這個好像是要用到 後面有一個新增的 設施才可以用得到 那再來是 有關於燃料的部分 那第一個是 增加那個 容量 就是可以使用更多的消耗 那再來是那個 陽生耐久度 那最後是它的轉換效率 那像各位看到現在 daily use 就是一天會用到 0.4公升的那個 燃料 那如果說提高的話 就可以提升更高一點 好 那今天我們就來 繼續我們的生存 那基本上我想要嘗試到 100天 再做這個遊戲 再做一個高一個段落 所以我目前不需要 所以我目前不需要 嗯 帶一個好了 他需要給他4個15號給他 嗯我給了嗎 那我給了好 好 有陌生了 那要跟我們交易的是 我們沒有東西可以跟他交易 對 好了 大討厭 我的耐久度 我那個結晶能力還沒弄好 就給他那個 斷了 喝了喝了 喝一點頭熱一點因為這裡的風格 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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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點 喝了 喝了 的鈕 喝的 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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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得了 喝了 喝 喝了 你就不喝了 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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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消炒 那這個是應該可以做一個冰箱的 那我討厭有一個剛好死掉 那我果然把真的會送出去 好我們多點可以做冰箱 放這邊 好我們終於可以把屍體給收割了 那先階段這個人已經到底線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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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逆 5,2,1,3,2,4,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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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5-0.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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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人就沒人 我沒有人 我要去看 我都可以看 我也是 我來看 很細心 沒有人 都很快 想要看 想要看 不想送 好,我們來解決 講他生產動機 好,非常順利 好,我們來解決 先放手 我來解決 揚手 揚手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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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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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1.2.3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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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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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5 5 6 7 7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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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我看你最好吃的 我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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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猜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冰箱有分两种肉 一个是普通的肉 另外一个是人肉 人肉的部分是肉的英文下面那一个 所以基本上如果要消耗的话 就是先把人肉吃光然后再吃普通的肉 那两种都算是混在一起的 所以说假如人肉有10分量那野生人肉有10分量 就总共是20分量 但是不管怎么样以目前的冰箱来看不能超过10分 所以要好好做决定了 那么Shelter在这边先告一个段落了 那我一直想说预计来生存到100天就整个游戏就告一个正式段落 因为这个游戏就只是单纯的沙盒的生存游戏 那再玩下去可能就越玩越过去 但是要么就是有更多的独发经营状况要么就是很和平的走下去 那也不确定说未来会是什么样的状况呢 那么Shelter的游戏影片就在这边先告一个段落了 我们就下次再见 就好了